当地时间13号,俄国防部发布了最新战况信息 俄军利用高精度导弹在顿涅茨克地区摧毁了大量来自美国和欧盟的武器装备 俄军防空导弹系统击落了8架乌克兰无人机 俄军战机打击了一个指挥所一台山毛举M1防空导弹系统 俄军还摧毁了位于卢干斯克地区一个外国雇佣兵临时驻地 同一天,卢干斯克地区军事行政长官盖代表示 由于俄军持续的攻势,乌军已经被迫撤离北顿涅茨克中心区域